今天过来维修一个美机的老空调 实际辛苦 看这个是外机就特别老 商标都吊散了 72的 大三批的 外机61公斤 故障线 空调一点也不凉啊 压缩机不运转 风扇转 压缩机不启动 打开以后里边的电容 这电容显然不是原装的了 已经更换过的 60为法的 其实这种后换的电容是不耐用的 估计用了一两年就报庇了 电容外观也没有骨包 一点没骨 但是压缩机就是不起动 一会拆下来测量一下容量 空调里边的铜管子还是挺粗的 现在这种感觉压缩机热乎乎的 启动不起来 这种空调越来越少见了 以后全是变频的了 换电容的换一个 少一个了 拆下来凉一下 这腿已经锈得挺厉害了 这个地方怎么能生锈呢 水一进不去 铁了怪 就这个腿上去 现在拿表量一下容量 链 一点没有了 新电容 六手为法的 看看新电容容量多少 看66 新电容 这一点没有了 表面一点没骨 都是平的 就是没容量的 而且这一点没有了 质量太差了 没办法就这样 一会儿给换上试试 电容换上以后 启动空调 效果立竿见影 压缩机瞬间就钻起来了 不知道这个电容能用多长时间 但愿能多用两年 估计下一次还电容的时候 空调也就包废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